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這個上市櫃的營收 10月份現在已經是全數的揭曉了 有15旱將 這個營收獲利雙高的族群 到底是哪些 我們來問一下陳彥哥 基本上因為台股 超過1700家上市公司 你要在這裡面挑出來 那真的是要火眼金金 所以我們有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很簡 也可以參考一下這種做法 就是說我去找他10月營收 來創新高 創新高這個很厲害 這營收 這越來越強 而且是創歷史新高 如果他的獲利 前三季又累積在2.5以上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做一個排序 這裡面我們先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得到的這幾檔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特別注意 你看日月光也好 齊邦 超豐 還有盛軍 華通 新權 其實都是電子相關對不對 好 這裡面像日月光 齊邦 超豐 跟這個新權都是跟測試有關的 封裝測試有關的 本益比都不高 本益比像日月光13倍而已 齊邦12倍 超豐才11倍 然後像這個新權也才12倍 好 像這個盛群是MCU 是因為最近MCU開始在漲價 都有一些關係 這邊的族群性我覺得還滿整齊的 另外像風力的部分 當然我們之前政府政策的挹注 也讓它的業績持續的一個上揚 這邊也有關係 然後精采其實我們就一直在談到了 這裡我就不再多說 南地的部分 當然大家也知道手套 栗三就是運動器材 所以大概未來這個疫苗的部分 像剛才朱老師講到 如果疫苗的狀況不如大家預期 我覺得這可能題材還有 但如果說疫苗的部分 比大家好的話就有點困難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揭曉一下前面的榜單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五名是什麼 不是故意的 這個金碩的部分 它核碩的小金雞做銀行眼鏡的 雙十一的業績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四方 這個是中華電信集團的 雲端服務業績也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是原相 這個感測IC 以前我們有談過 然後第二名這個是雍字割機 跟半導體有關的 第一名是誰 他的業績這麼好 9.69 當然就跟紡織有關 大家可以猜一下 紡織 紡織 蘆虹 對不對 紡織的蘆虹 所以基本上 大家也可以以這種角度 就是說這麼多的 上市公司的情況下